G-S9 攜帶式複合斷頭研磨機操作說明 G-S9 攜帶式複合斷頭研磨機可研磨一般磚頭及三斜面DG磚頭 操作前注意事項 1. 研磨前請先確認鑽頭材質 HSS 封缸材質選用CBN砂輪 2. 使用時請確認電壓 3. 確實做好每一次清潔工作以維持機器之壽命 4. 研磨時不可握住鑽頂 用力將影響中心不平均 5. 本機鑽頭研磨尺寸為12mm到26mm 先端腳研磨範圍一般鑽頭為90度到140度 90度僅供中心鑽頭研磨至12mm DG鑽頭為118度到140度 6. 研磨一般鑽頭的高螺旋鑽頭時 調整台刻度數字加大 必須確認鑽口與鑽頭固定組織缺角線平行 7. 研磨一般鑽頭的伸穴鑽頭時 刻度調整加大一倍 D乘以2 如鑽頭之韌長有縮短時 例如 伸穴鑽頭8mm之鑽頭 刻度調整加大一倍 再加一或二格 如有縮短時 再加大調整刻度一或二格 但必須確認鑽口 與鑽頭固定組織缺角線平行 GS9 一般鑽頭研磨操作共分四個步驟 第一步驟 研磨前準備事項 1. 將調整台調整刻度歸零 向右旋轉到底後 向左旋轉到零的位置 2. 確認鑽頭尺寸 選擇適用筒夾 以45度角將筒夾砍入夾頭座 鎖上夾頭螺帽 請勿鎖緊 3. 將鑽頭放入夾頭組 直到鑽頭 與胸膜端 突出約5mm 並保持鑽頭些許調整空間 4. 請確認鑽頭仙端角角度 並使用六角板手 調整仙端角研磨座角度 第二步驟 定位做調整 1. 將調整台刻度 調到玉修膜鑽頭之外徑尺寸 2. 夾頭固定巨組 5. 放入調整台架 且完全密接後 向右旋轉定位 3. 鑽頭先端插入底部後 向右旋轉定位 4. 夾頭固定巨組 向右旋轉 定位到底後並鎖緊 5. 取出夾頭固定巨組時 微微向左邊旋轉 然後取出 夾頭固定巨組取出後 確定鑽頭韌口 與固定座缺角線平行 若不平行 需重新調整 請注意 因鑽頭越短時 其中心蕊後越厚的關係 8mm 全新鑽頭 刻度調到8的位置 當鑽頭長度減少10mm時 刻度調到9的位置 當鑽頭長度減少20mm時 刻度調到10的位置 以此類推 第三步驟 先端腳研磨 啟動開關馬達 迴轉安定時 將夾頭組置入右下方研磨座 1號研磨座 固定座缺口部位 對準研磨台上兩支插銷後 輕輕推底磨時 左右轉動 緩緩向前推到底 研磨至無深為止 取出轉向180度 以同樣方式 研磨到無深為止 第四步驟 中心靜點研磨 研磨中心靜點時 以夾頭組缺腳線 約中心的位置 對準右上方 2號研磨座上之定位削 放入2號研磨座 輕輕推底沙輪 放入到底後 左右旋轉 研磨到無深為止 取出轉向180度 以同樣方式 研磨另一邊 到無深為止 本機可使用電片 調整中心靜點大小 GS9 砂輪更換 1. 更換砂輪前 請拔除電源 確認機器處於斷電狀態 方可進行更換動作 2. 卸下砂輪保護蓋螺絲 鬆開砂輪固定螺絲 取下舊砂輪及砂輪葉片 3. 使用擦拭布 清潔馬達軸心 與新砂輪接觸面 裝回新砂輪 砂輪葉片及固定螺絲 4. 蓋上砂輪保護蓋 鎖上固定螺絲即可 GS9 DG鑽頭研磨操作 共分六個步驟 第一步驟 研磨前準備事項 1. 將調整台 調整刻度歸零 1. 向右旋轉到底後 向左旋轉到0的位置 2. 確認鑽頭尺寸 選擇適用筒夾 以45度角 將筒夾砍入夾頭座 鎖上夾頭螺帽 請勿鎖緊 3. 將鑽頭放入夾頭組 5. 直到鑽頭 預修磨端 途出約5mm 並保持鑽頭 些許調整空間 4. 請確認鑽頭 先端腳角角度 並使用六腳板手 調整先端腳研磨座角度 第二步驟 定位做調整 1. 將調整台刻度 調到預修磨鑽頭 之外徑尺寸 2. 夾頭固定鋸組 放入調整台架 且完全密接後 向右旋轉定位 3. 鑽頭先端插入底部後 向右旋轉定位 4. 夾頭固定鋸組 向右旋轉 定位到底後並鎖緊 5. 取出夾頭固定鋸組時 微微向左邊旋轉 然後取出 夾頭固定鋸組取出後 確定鑽頭韌口 與固定座缺腳線平行 若不平行 需重新調整 請注意 因鑽頭越短時 其中心褪厚越厚的關係 8mm 全新鑽頭 刻度調到8的位置 當鑽頭長度減少10mm時 刻度調到9的位置 當鑽頭長度減少20mm時 刻度調到10的位置 以此類推 第三步驟 先端腳研磨 啟動開關馬達 回轉安定時 將夾頭組置入 右下方研磨座 1號研磨座 固定座缺口部位 對準研磨台上 兩支插銷後 輕輕推底 左右轉動 左右轉動 緩緩向前推到底 研磨至無深為止 取出轉向180度 以同樣方式 研磨到無深為止 第四步驟 中心靜點研磨 研磨中心靜點時 以夾頭組缺腳線 約中心的位置 對準右上方 2號研磨座上支 定位削 放入2號研磨座 輕輕推底沙輪 放入到底後 左右旋轉 研磨到無深為止 取出轉向180度 以同樣方式 研磨另一邊 到無深為止 第五步驟 第二斜面研磨 將3號研磨座 與左側下方研磨座 角度調整 與1號研磨座相同 再將夾頭組 放置於3號研磨座 固定做吹口部 對準研磨台支 二支插銷後 輕輕推底磨時 緩緩向前推到底 研磨到無深為止 取出轉向180度 以同樣方式 研磨另一邊 到無深為止 3號研磨座 角度為118度到140度 研磨時 需與1號研磨座 角度相同 第六步驟 第三斜面研磨 4號研磨座 於左側上方研磨座 將夾頭組 放置於4號研磨座 將固定做缺口部 對準研磨台支二支插銷後 輕輕推底磨時 緩緩向下推進 研磨到無深為止 取出轉向180度 以同樣方式 研磨另一邊到無深為止 機排清潔保養 1. 清潔保養前 請拔除電源 確認機排處於斷電狀態 方可進行保養動作 2. 將使用後 支夾頭組分解 並擺放整齊 3. 使用氣槍清除研磨孔 及夾頭組配件支粉塵 4. 使用乾淨支擦拭布 清理接觸孔及配件 並放回原位 以利下次使用 G-S9 砂輪更換 1. 更換砂輪前 請拔除電源 確認機器處於斷電狀態 方可進行更換動作 2. 卸下砂輪保護蓋螺絲 鬆開砂輪固定螺絲 取下舊砂輪及砂輪 3. 使用擦拭布 清潔馬達軸心 與新砂輪接觸面 裝回新砂輪 砂輪液片及固定螺絲 4. 蓋上砂輪保護蓋 鎖上固定螺絲即可 鎖上固定螺絲即可 1. 白髮茸 3. 藪ight